哈喽大家好,我是老厚 刚才我进山去门的时候 有个村民告诉我说 他们村有一个外地媳妇 来了这里山里结婚已经有六年了 都出去打工 刚回来有几天元旦嘛 我去他家看看这个外地的媳妇 在我们这山区里 看他住的住不习惯 走吧,他家就在那里看 我来的时候 我看见这个房子很好看 这是山里嘛 以前都没有通路的 你来的时候通路没有? 通路,他都那里了 路很烂 很烂 很烂 算里也是可以的 这里是你小孩的那奖状是吧 那是我哥小孩的 哦,你哥小孩哦 他可以哦 优秀奖 我小孩的在我哥家 19年哦,这里有电吗 有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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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电视也可以放了哦 电视不可以了 坏掉了 哦,电视坏掉了 那里面的灯光呢 可以开灯吗 开灯 灯光在哪里 哦 可以哦 你看你们那里 这里的 看哦 在这里 在这里 哦 这里放放火 看农村 这是 刚才我来的时候 这个女孩就是 和鬼的 外地的 你看 看这里 这里有个柴刀 还是山上看 才用的 你看 在这里 这里就是他们的主厨房 看 锅 锅 还有碗啊 饮水用的 都是在这里 后面就是山了 这里都是他们的衣服 塞在这里 这边就是养牛 牛 牛 鸡的 养羊 都是在山上 你还住得很习惯哦 嗯 现在是放假回来几天哦 嗯 还可以 那你老公呢 他在那天 刚刚人家干活 哦,今天是吧 嗯 那可以 过 应该开灯还是过几天 出去打工啊 嗯 嗯 你是个好媳妇啊 哈哈哈哈 还蛮 通全打理的 这是我们这里的 好媳妇啊 外地 嫁来这里的 还是 嗯 对感情还是很专一的 两个感情很好 嗯 那我先走了啊 谢谢阿姨 不用 在这里是个好媳妇啊 我们这里其实轰件很好 是不是 嗯 嗯 这个人也很讲道理的 是吧 嗯 也不是那个 讲不讲道理的 这个地方 嗯 因为条件嘛 嗯 其实 不方便 但是人是很好了哦 嗯 好,非常感谢你啊 嘿嘿嘿 来我们这里做生师傅 来这里五年了 也习惯这里了 那我走先啊 感谢你啊 好了 我也回去了 本期的视频老后就有大家分享到这了 喜欢老后的视频请点赞加关注哦 下期再见 拜拜